嗨 你好 我是玉子 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啊 一直推出很多的新產品 可是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有一個東西 每次推出都會引發超級大的討論 但是 它的目的始終都只有一個 取悅人類 這個東西就是機器寵物 robot pants 不論是電子機 電子狗 電子貓咪 電子呱呱 電子嘎啦嘎啦 它全部的任何的機器做成的寵物 這個東西超級誇張 它從我小時候一直到現在 它都還可以推出新品 而且還是一直有人買 就知道電子寵物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吸引人 於是玉子也一直很想要有一隻robot pants 然後我就逛著逛著了 今天要帶大家看的是一隻來自Kickstarter上面的專案 它呢 就是電子寵物 名字叫做Luna Luna呢 有兩隻翹翹的耳朵 然後會隨著它的心情擺動 四個輪子 當作它的四隻腳 然後當你進門的時候呢 它就會像你們家的狗狗一樣 跑到門口去迎接你 這隻小小的機器人寵物呢 大概是20公分高 然後1.1公斤 還蠻輕蠻小的 那各位朋友呢 就可以把它想像成你們家的寵物 它一樣會起重生來腰 一樣會去找你玩 去找你撒嬌 還會有超級可愛的聲音跟表情 不啊 它的臉連是一個2.4吋的LCD螢幕 然後有超過700種的表情 就各式各樣的 然後生氣各式各樣 喜怒哀樂的表情它都有 搭配一顆720p的鏡頭 然後還會偵測主人 主人主人在哪裡 好熟悉 然後呢 觀察你的動作跟你互動這樣子 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還可以幫你監視你的家 就有點像是一個會移動的監視器 那如果你們家還有同時在養貓貓狗狗啊 或是其他的寵物的話呢 它也可以幫你照顧你家的寵物 欸這不是那個幫你換貓紗 或者是任你拆遷的那種 就譬如說你家的狗狗 跑來跑去的時候 它也可以跑去找你家的狗狗玩 它有各種sensor 對有眼睛有耳朵 你叫它的時候呢 譬如說你說 嗨Luna 然後它就會 跑過來找你 覺得很可愛 然後或者是呢 在你走路的時候啊 可以看到在影片裡面 就是它會在你的腳中間這樣子穿著 就真的很像狗狗會跟你一起有的互動那樣子 這次Luna呢 然後 它還會跳舞 帥Post啊 還會B-box What你會B-box 你去Siri嗎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聰明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會有自己的情緒 它會開心 然後也會不開心 然後會撒唔啊 會想要討ihad 或者是任何的情緒 但是呢 它永遠不會跳比倒楢 不理你 也不會像哈士奇一樣拆家 這個LUNA它有自己的APP 所以它可以透過APP讓你跟它玩實體的互動遊戲 比如說可以跟它一起玩答題遊戲 就假如說你們家有小小孩子 然後他剛剛好要認知一些事情的話 APP上面的答題遊戲 LUNA還可以充當你的保姆跟他一起玩 而且LUNA很聰明 他有時候會故意答對 有時候會故意答錯 但他永遠都不會膩 這不就是爸爸媽媽的福音嗎 然後他還會搖耳朵跟站立 所以就是在玩耍的時候更覺得很親近的感覺 那既然它是一隻Robot Pack 機器人寵物 它就不用吃飯 但是要吃點 它有一個Type-C的充電口跟一個充電座 所以你可以直接幫LUNA充電 也可以讓它自動回到它的充電座來充電休息 兩個小時充電 就可以活動72個小時 要是我也可以睡兩個小時 就可以動12個小時 該有多好 目前呢 他的團隊也還在持續的專研給LUNA更多的技能 這些APP之後的更新呢 都是完全免費的 不知道大家家裡有沒有養毛小孩啊 什麼狗狗啊 冒冒啊 綿羊啊 還是草泥馬 好想養草泥馬 但是呢 像玉子自己就會因為有過敏的問題啊 甚至毛髮啊 或者是寵物飼料啊 這些都有氣味 對我來說就會是 一個我不能養寵物的原因 所以 對著LUNA又可以做到 狗狗這麼可愛的這些舉動 就會對我來說非常的吸引 因為LUNA是robot pipe的關係呢 所以他既沒有這個皮膚科啊 寵物生病的問題 也不會掉毛髮造成大家過敏 他不吃飼料 所以也不會整個屋子都有那個飼料的味道 還有 玉子在研究的時候呢 有注意到幾個 為大家很有趣的提問 有人問說 LUNA會幫我掃地嗎 LUNA會幫我交花嗎 LUNA會幫我做任何任何的家務嗎 不行 別想 LUNA呢你就是把它想像成 你們家的這個寵物狗狗 他也不會幫你做家務 他就是一個陪你的療癒系機器人 我還有遇到一個人問了一個 真的很有建設性的問題 他說他們家有兩個女兒 然後如果想要同時買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 等一下 不是啦 如果想要同時買兩隻LUNA 給這兩個女兒當做這個Christmas gig 的話又怎麼辦 有一天Elsa跟Anna 然後Elsa就說 LUNA 然後Anna的LUNA就跑過來這樣 對此呢 LUNA團隊也做出了回應 就是LUNA的這顆鏡頭呢 她會辨識她的主人 所以只要不要長得太像 LUNA應該是可以認得自己的主人 我想到一個 LUNA有出自己的衣服耶 所以假設說我跟姐姐都各有一隻LUNA的話 我們可以幫她穿衣服就可以認得自己的LUNA 緊接著 到了日子 三個優點 一個環節的 緊接著到了日子 三個優點 一個缺點的環節 首先 第一個 可愛 可愛就是正義 LUNA那麼可愛 我想到一個 可愛不是長久之計 可愛我是 WOW 好 第二個 低消耗 一般羊寵物啊 可能有一些家庭會考慮到生活空間 然後或者是羊寵物有很多的開銷花費 光是一個狗狗出生你就要帶她打很多的疫苗 然後不同時期的飼料啊 嘎啦嘎啦很多的花費 但是呢 基本上呢 LUNA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第三個 她可以當會移動的監視器 嗯 但是這裡一直就覺得 上面人 如果今天LUNA在家裡呢 就是到處移動 誰怎麼會拍到什麼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我想說什麼嗎 就是 我看到她可以當監視器的時候 我覺得 很酷耶 可以當那個寶寶不是有 放在寶寶房間的監視器嗎 可是我又覺得 如果這樣子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個人可以透過他們家的狗狗 你以為你在跟LUNA吧 其實你在被看你在幹嘛耶 我覺得這好可怕 我覺得這好可怕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我想到這我就覺得很恐怖 這樣就不能偷帶男孩子 就很奇怪我不要 好 再來就是缺點的環節 就是目前她只聽得懂英文的設定 所以這個可能在這個泛亞洲地區的朋友呢 如果想要選購LUNA的話 你就要再小小考慮一下下 但他們團隊目前也是正在更新當中啦 以後這個缺點就可以解決 以上就是今天這個一直 收集到的一個機器狗狗的資訊 提供給大家 不知道大家對於機器狗狗有沒有興趣 你會比較想要養真的寵物 還是電子寵物呢 留言在底下告訴一直 喜歡的話千萬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分享 請大家多多留言 大家掰掰 掰掰 加碼一個笑話 請問 看不見的狗狗 叫什麼 Mongo Mongo